欢迎来到《陈世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藏海传》定装罩曝光 如亚俊秀发挥到极致 被盛赞一股清流 近日,网上曝光了肖战新剧《藏海传》的演员定装罩 肖战的新装容一股书生气 完完全全将如亚俊秀发挥到极致 不得不佩服肖战的气质变幻莫测 前一秒还是大侠郭靖 下一秒就成为了如亚俊秀的书生 不愧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这样的气质和风格 被多家媒体夸赞为一股清流 非常有魅力 据悉,肖战《藏海传》定装罩曝光了 肖战的新角色装容也和观众朋友们 见面了 不少媒体都在争先恐后报道宣发 让观众们看到了肖战在《藏海传》里的新角色 将如亚俊秀发挥到极致 不愧是一股清流 人物形象太有自己的风格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能够将自己的气质和角色风格融为一体 这也是为什么肖战每一个角色都有辨识度 完全不会串台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会继续期待和支持 这样的角色都已经让人欲罢不能 更不用说还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实力派演员 正能量偶像肖战 支持就不用多说了 如今的肖战 一直都在剧组拍戏 根据网上公布的备案公示表 这部剧拍摄周期长达一年 祝福肖战一切顺利 总之祝福肖战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 期待肖战的作品早日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如今的肖战 还在努力 肖战做到了不忘初心 也相信肖战接下来的演绎道路 可以顺顺利利 不见不散 肖战顺顺利利 未来可期 再创佳季 知情人爆料肖战很奇葩 这段时间 好多肖战的粉丝都在议论一个热门的话题 就是说他接引了新电影《射雕英雄传》后 立马又进入下一部戏组拍摄 这个是再次证明他对工作的认真执着 用实际行动回答了粉丝们的厚爱 我们都知道 肖战是个超级有人气的偶像明星 人气一直很高 但在这个圈里 他有自己独特的路子 他不去追逐短暂的繁华 而是专心一役演戏 这种稳招稳打 勤奋努力的态度 让很多人对他刮目相看 而且 他的演技也得到了业内的高度赞许 他的电影也深得观众喜爱 不管剧中还是生活中 肖战都展现了崇高的人格魅力 这也是他受到观众喜欢的一大原因 最近 有个自称是肖战朋友的人爆料 他说肖战在娱乐圈是个很特别的存在 尽管在人气顶峰时 他从没接过综艺节目 这是好多人不能理解 因为综艺节目是提升明星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但肖战选择了专心演电影 用他的演技和作品赢得观众的喜欢 这种特殊的发展方式 让很多人为他点赞 这位朋友说 肖战是个非常有实力的演员 他的演技出色 能把角色的内心世界表现得很真实 另外他很勤奋 不断磨练演技 力求做更好的作品 这种敬业的态度 让许多人为他赞叹 他还说肖战人很好 谦虚低调 待人友善 赢得很多人的尊重和喜爱 这种高尚的人格魅力 也让他受到观众欢迎 他爆料说 现在肖战好像很特别 他选择了一条没人走的路 就是专心演戏 用他的演技和作品赢得观众的喜欢 这种特殊的路子 让很多人都为他点赞 不过 这位朋友还说 这种发展方式也让肖战获得了更多机会和资源 他的作品被业内的认可 观众也很喜欢他 这种努力最终收获了回报 总的说肖战是个非常棒的演员 他特殊的发展方式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让很多人为他点赞 他以实际行动 成为了大家眼中的好榜样 展现了一个演员该有的素质 在现在的娱乐圈里 肖战一直火得不行 他干啥都能引起观众和粉丝的注意和喜爱 他演戏唱歌都厉害 还跨界尝试演出了如梦之梦的舞台剧 得到不少前辈和伙伴的认可 他的表演真棒 努力程度也让人们对他有了更深的认识 肖战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他靠才华 努力和坚持打下了今天的成绩 他的演技和歌唱才华都很厉害 而且特别勤奋 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和素质 他对待工作生活都很认真 对待粉丝观众也很热情友好 他的这些优点 让他在娱乐圈获得了很多荣誉和认可 通过粉丝们的反馈 我们发现大家喜欢肖战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不仅有才艺还有魅力 而且做事认真努力 对生活和工作都有责任感 肖战能红那么多年 也是因为他有才 肯努力 负责任 不论是对工作还是生活都是这样 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让他在娱乐圈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 在这个娱乐圈竞争激烈 肖战能一直受欢迎 跟他的才华 努力和坚持息息相关 他的行动证明 要想在这个圈子立足并发展 就得不断努力 拼搏 同时 他也是给观众和粉丝塑造了一个好榜样 鼓励了更多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事业 肖战进组拍片藏海传后 意味着新工作开始 下一步他的事态和工作安排不会变 他大概可能会继续待剧组里 重要的是 大家都支持他 他很幸运有这种机会 遇到了肖战这样的好演员 努力 踏实 正能量满满 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他说不只是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 还有人生态度和价值观 他总是笑着面对生活和工作 不停地挑战自己 就是我们要学的 他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我们期待他以后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表演和惊喜 同时 我们希望他能保持好状态和心态 再进步 再成长 我相信肖战这个大演员将来肯定会拼搏到底 不忘初心 为大家带去更好更多的作品 不断展示他作为演员的才能 近来 肖战在演艺圈小红了一把 但他并没得意忘形 反而更谦卑地对待每次表演 认真塑造每个角色 他始终热衷于演艺生涯 加倍努力提高演技和艺术品位 肖战还关心粉丝 自己掏腰包给粉丝弥补损失 说明他真心带粉丝 让人更敬佩他 现今 明星和粉丝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明星的言行可能会对粉丝有很大影响 而肖战对待粉丝总是真诚和热心 他知道他能不断进步全靠粉丝的支持和爱 所以 我觉得肖战值得我们喜欢和追随 他不仅演技好 才一家还有良好的品格和善良的心肠 他的努力 他的真诚 他的热心 都让人感动 再一次验证私生不是粉 肖战藏海转下班 遭遇激光比照脸 粉丝2自近些年来似乎代表着惹事 不少圈内艺人也是因为自己粉丝的某些操作而被迫买单 然而那些人真的是粉丝吗 对着艺人举起手机拍摄的就一定是粉丝吗 在机场喊着艺人的名字高呼自己的喜爱知情的就一定是粉丝吗 粉丝只是一个笼统的称谓 其实艺人在部分粉丝眼里只是一个用来取乐的符号 轻则辱骂 重则跟踪骚扰 这些人又如何能够称得上叫做粉丝呢 私生粉看起来也同样属于粉丝的一种 毕竟三个字 最后一个字也是粉 但私生粉算得上粉丝吗 当肖战禁组藏海传进行拍摄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 包裹得严严实实地从酒店大门口的面包车上走进酒店 他却遭遇了激光比照脸事件 而这一行为就是由所谓的粉丝造成 甚至于旁边工作人员喊着拒绝之后 围堵在两侧粉丝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手机中 究竟有没有拍到肖战的照片 对于肖战被激光比照脸之事 毫无反应 这是粉丝们的爱吗 很显然 围着肖战上下班的这群人都不是粉丝 是带拍 是私生 是拿着肖战的照片赚钱的一群人 真正的粉丝 哪会在现场呢 大晚上的 哪个粉丝会冒着严寒去围追赌结一个 可能不会被自己看到的人 这不是闲得慌吗 况且 肖战粉圈中都是禁止路透 禁止带拍 禁止接机 甚至于当初肖战从北京飞往米兰之时 真正送机的粉丝与带拍之间都是隔着一层银河 真正的粉丝自发蓝在外面 远远的看着肖战旧行 将手机举在肖战面前 恨不得将肖战的机票信息全部录制下来的是带拍 是私生 在公共场合 用激光笔作恶 这已经是违法行为了 甚至于 如果激光笔照射到眼球 眼角都会被灼伤 如果功率过大 仅仅照射到皮肤上 皮肤也会在短时间内升高 造成损害 那么在大半夜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够迎着寒风等待肖战回到酒店 就为了用激光笔照他呢 那么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在自己的偶像被激光笔照射之后 还能依旧无动于衷 只专心致志地举着手机 生怕自己拍不到照片呢 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 私生粉根本不是粉丝 也许他们的名字应该叫私生饭 也许这是一场来自于他们的报复 因为肖战连续多天都是同一套羽绒服 上下班 他们无法拍到有用的照片 所以就用这样的激光笔对肖战进行报复 对比肖战在米兰的状态 那是绝对轻松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看看国内一个个就知道去打扰他 去度他 没有一点空间和自由给他 甚至于肖战保护好自己的时候 还要遭遇激光笔的照射 都是带拍和主播 一群唯利仕途的生意人 他们怎么可能在乎肖战的感受呢 看着肖战每天穿得炎炎湿湿 不给拍的样子 只不定在心里怎么骂他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